头条开奖频道开会员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想这个就是很有针对性 针对这个尤其是瑞典 瑞典跟丹麦反应还是非常的温和 几年以前俄罗斯的军机 被指称飞越土耳其的领空 结果土耳其的飞弹就把俄罗斯的战斗机 当场击落 俄罗斯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不过飞行员的遗骸回到俄罗斯 莫斯科受到国葬的疑似 整个那个时候普丁他们参与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悲愤 可是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那因为这个是有争议的 他是说俄罗斯的军机侵入领空 所以他就当场二话不说就击落下来 后来有人调查说为什么会击落呢 为什么会侵入领空 他说事实上飞机飞的都是直的 直线的 他没有办法这样子 这样子调 可是你要对下面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的领土 这个等于国界线都不是直的 都是弯弯曲曲的 所以他用直的飞过去 有的时候算是超越领空 有时候不算超越领空 因为领空是往上延伸 就是说离你国界线12海里 12 就是离你国界线 这已经不是海航的将军 就是离你的国界线 直接往上延伸 这就是你的领空 领空通常是不能侵犯 那不过这个丹麦跟瑞典说 已经侵犯他的领空 可是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那跟土耳其比起来算是很温和 对要不然这是会引起 很大很大的一个争议 那现在我们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 大陆的飞机是超越中线 海峡中线 人家就在讲说 如果下一步就是飞越台湾的领空 也就是台湾岛 我们是因为是岛 所以是用这个12海里这条线 作为这个所谓领土的疆域线 所以接近你12海里领空 差不多就是直接飞机领空 像土耳其反应就是 直接飞弹打下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就可能 可能就是说俄罗斯也是一种试探性 它是一个侦察机 侦察机 不过什么机都一样 就是说这种就变成就是说 这种没有经过通知 而且是军用飞机的话 它的敏感性都非常强 所以俄罗斯一方面我觉得试探 一方面也就是施压了 那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它会继续升高的 现在最两个最大的最大变数 其实瑞典芬兰加入北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是极为 极为友善 极为针对性的 那这可能是一个变数 另外一个就是北约的武器 提供给这个北约国家 包括美国啊 那还有其他北约 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啊 明显在直跟量的上都有大量的增加 造成俄罗斯在战场上沉重的负担 我想俄罗斯都不会让这种情况 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鹰派已经开始放话 那么拉夫罗夫也已经放了话 对 不过他昨天他又改口了 他说我们这样做这么说 是希望避免核子战争 可是那是一种反方向也是一种威胁 对 我已经在尽量克制 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做 在这样做这个核子战争恐怕难以避免 所以他的解释说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就是说我想要避免一场核子战争 就是说他在另外一个 换一个方向告诉你们 核子战争还是有可能发生 我现在是在克制 而且我在警告你 让你做你的你的行为有所节制 要不然的话真的有可能爆发 所以他说我是在避免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战争就是说 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种问题 如果在战场上任何一方感觉到 真的就受到严重威胁或怎么样 通常都不是放下武器 而是把这个攻击的力道 攻击的范围再加以扩大 所以这场战争很多人就越来越担心了 他是不是会到了一个失控的局面 如果失控的局面 我想的话这场就很难以散了 这个访问新华社讲是书面专访 也就是他把这个问题写好 然后由库巴列夫用书面方式回答 所以这有关俄罗侵略这个 这个不在新华社的问题里面 不是新华社用这个语的 而是库巴列夫他用这个词 所以这一个用书面专访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做法 而不是这种面对面的 这种记者的这种当面的访问 那所以各方面都可以自争俱作 自争俱作 我看了中新华社的提问的几个问题 基本上都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对于这个恶务冲突以来使用的用语 非常的吻合 所以不过这个对新华社来讲的话 就中国大陆会让新华社去登一篇 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外长的一篇访问 跟这个俄罗斯外长一个访问 我觉得就显示出 基本上他已经获得了俄罗斯跟乌克兰 两方的一个信任 要不然的话中国大陆很难做这种事 因为这种访问 因为这个新华社等于说是 中国大陆官方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发放讯息的一个平台 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官方的平台上 做这样子的新闻的发布 其实正好背面反映出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关系 都还维持住相当完整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 对任何一方这个关系受到严重的损伤 那这个我觉得对基本上 对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讲 都应该被视为一项资产 因为他们还是要一个双方 都可以信任的一个国家 在必要时候能够发挥重要的功能 我想这个也就显现出 这两个国家在外交上 还没有完全失去了理性 就是在战争进行到今天 这样子的捷骨羊 他们还可以同时跟一个国家 维持这样子 比较冷静理性 然后还有一些信任程度的关系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未来 俄乌两国寻求外交解决的时候 那么他们双方都可能 会比较重视跟信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篇不管内容怎么讲 因为乌克兰的外长 当然会用这个机会来说服 中国的这个读者 说你们应该要站在我们这边 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损害到 中国的利益了 我想这个他这样讲是 可以理解的 那俄罗斯基本上 也愿意中国办这样子大陆扮演角色 可见俄罗斯 还是对中国大陆 对俄乌这场冲突里面 还是期待有 有所期待的 这个期待不仅仅是 是在这个国际场合里面 或者说经济 未来俄罗斯的经济的这个 那个整个维护上 而且我认为这个是 对中国的期待 是什么期待 是希望未来 在跟乌克兰的谈判中 中国有一个重要角色 所以我看这两篇访问 书面访问 我觉得基本上 两边都还希望和谈 而且希望有一个 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一个国家 是将来能够帮他两边 和平解决问题的时候 对一个可信赖的一个中间的 一个调停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能够在战争打到这个时候 大陆还能够做出这样的事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外交工作 做得相当的不错 对 因为这是非常难以拿捏的 对 在这么长一段时间 双方打成这个样子 到这个程度 是 那中国大陆可以同时维持 这两边在打架的这两边 这我想还是中间有很多很多 发生战争了以后的外交工作 我觉得我们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说 他跟这个王毅 3月1号打战 4月4号就通过电话 然后中间又通过两次电话 对 所以这个高同的外交沟通 都没有中断 那我想大使级的沟通 那更不要说了 所以双方应该是彼此的信任 我们外交讲互信 那很重要 应该是还是相当完整 不只是中国大陆 能跟大陆 能跟乌克兰维持一个互信 大陆跟俄罗斯接任互信 也是 我们讲 讲就是说 应该是说 就是说 英文讲说intact 就是说没有被损伤掉 没有受到损害 那是不是得到增强 我不晓得 起码经过这样子的 复杂的一个挑战 还能够维持原状 不被负面的受到损伤 已经是 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了 那希望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能够今后在这个 俄乌这个冲突里面 办一个真的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诚实的 诚信的一个 怎么讲呢 一个仲裁者 让这场战争早日落幕 我想就是说 从理论上来讲 你如果外交场合 它述出比较友善的一种说法 基本上就是军事场合 它已经有所斩获 所以它在外交上 就释出比较有弹性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准备谈判 那准备台湾背后一定是军事上 它认为已经有所进展 有比过去更多的把握 那前一阵子阿富罗夫的话 是很狠的 对 他也很直接的 那最粉话放完以后 他就讲这些 比较中性的 稍微调和一下 那 不过现在就变成说 它新的条件就是说 将来的谈判 要包括解除制裁 那等于说俄罗斯又加新条件 那这个解除制裁的话 很简单 它现在 这个制裁不是来自乌克兰 这是来自整个西方跟北约 所以它已经跟西方跟北约在喊话 那它已经认定这场谈判 真的后面的 在拍板定案的 应该是西方 不过这个说法的话 基本上也可以 某种程度上 也对西方目前的这个 整个内部会产生一个分化的作用 这个解除制裁绝对是 只对欧盟有利 对美国是不利的 美国是要制裁到底的 可是呢 欧盟现在呢 他也知道这个制裁 基本上是伤敌800 伤敌1千智商800 所以欧洲 他当然是希望把这个制裁 都解除掉 恢复到跟俄罗斯一个正常的 一个共虚 经济上的共虚关系 对欧洲是比较有利的 对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这个讲法基本上又有 这个分化 这个西方内部团结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觉得他的 他的话都是 你要看两面的 是 那不过整个讲的话 当然俄罗斯内部有不同声音 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依赖中国 因为俄罗斯也不希望 完全依赖一个国家 他是他当时他讲说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供应的 供应的对象 往东看跟往南看 往南看的话就是印度 那不过现在就是说 这里面俄罗斯事实上的话 这些能源的市场消费国家来讲 南边的消费的有潜力 可是没有实力 就是实力的话 基本上还是中国最大 那看中国愿不愿意加重 这个能源进口的比重 对俄罗斯这种能源的这种 尤其原料能源的依赖的比重 那不过这里面就是 对中国大陆来讲 也不是很短期可以调整 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短期来讲 俄罗斯并没有什么损失 你如果量少的话 量少的话那就表示价钱往上升 是 在国际这个能源的价格的话 你量俄罗斯量少了价钱就升 所以最后算起来 算一笔照下来 可能还是没有相差太多了 可是长久的话 俄罗斯这次得到教训也是 跟西方国家做生意 也是不靠谱的 说没就没了 所以他当然要往分散市场的角度考 你不可能把你现时代的 你这种利益 你就完全不顾 然后一头就冲过去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你没有办法做这种方面的 这种预期 那中国大陆也有中国大陆经济的挑战 你如果现在在这个自乱阵脚 把你过去的你整个供需关系 跟其他的这个贸易伙伴 这种这种这种能源供应伙伴 你调整的太快的话 事实上对自己也是一种变数 你看中国大陆对于这个 对任何国家的贸易制裁 过去来讲都是非常审慎的 即使是包括像澳洲这样子的伙伴 他对于澳洲的你看铁矿砂 对澳洲的煤 基本上都是一种 环境式的这种制裁 只是对他经济本身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什么龙虾 什么红酒 那就说做就做了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 大陆政府还是很理性的 他也是用检疫做理由 我觉得这个是不具名的 中国专家我觉得这个讲法不太对 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整个 大概目前的贸易量在1300亿 那他们希望在未来两年 能够到2000亿 这个量并不大 那事实上的话 你手上拿的卢布的话 事实上你这个双方贸易 事实上俄罗斯 你需要俄罗斯能源的量也是蛮大的 你今天拿到卢布的支付给你的 你比如说你卖给中国 卖给俄罗斯 俄罗斯支付给你卢布 你回过头来 你还是需要他大量的能源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卢布的话 你也可以作为你的外汇存底 你也可以做这种资产存底 在俄罗斯比较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中国专家这样讲 在这个此时此刻是不太 没有时机的 没有时机性的 那就做的没有印度漂亮 印度就是说 其实印度也没有出多少钱 对不对 而且对中国大陆整个这个 贸易量来讲 俄罗斯事实上是很小一部分 你就是1300亿 你全部大家都用本币来交易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应该做得到 亮哥补充 中国跟俄罗斯签的能源条约 它是规定要用欧元或人民币支付 人民币支付 不是卢布 它是有4000亿 后来累积了好几笔 已经上兆了 可是他没有用卢布 因为俄罗斯当初要求欧元或人民币 对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在目前的条件之下 事实上中国大陆 事实上对俄罗斯 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 以示支持的话 因为不是讲被靠背吗 对 可是你在俄罗斯最需要卢布的支持的时候 你又说了一些理论来说 我做不到 其实我觉得 在实际上 对两国关系 没有必要公开讲 是有伤害的 我们比较一下 不太对劲 嗯 这种 这种两个人的访问 Angelina Jolin 跟这个 这个 这个佩洛西的Jolin 我认为 我们看到了 一方面看到人性 那个政客 丑陋的嘴脸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 这个 这个Angelina Jolin 他这种 慈悲为怀的 这种 善良美丽的一面 人性 所以两个访问 截然不同 然后 这个 这个佩洛西在那边 大放节奏 我们跟乌克兰 站在一起 是啊 你问不跟乌克兰人民 站在一起 人民在哪里 你跟乌克兰 站在一起 乌克兰现在选择战争 你是跟战争 站在一起 战争代表流血 你们是跟流血 站在一起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政客这种丑陋嘴脸 心里面哪有一点 一点点 对人民的 一种怜悯之心 政治人物没有 心中没有人民 没有这种 人民的这种 这种生命财产的 这种怜悯之心的话 就是今天 这个佩洛西 所代表出来的 赤裸裸的 只看到了政治的利益 把自己的这种 这种政治的意图 建筑在乌克兰人民的 生命跟血泪之中 是 何等之残酷 何等之丑陋 看到一个非常丑陋的 一个政客 跑到那边做这个秀 Angelina跟他 Angelina Jolene跟他比 真的是 他没有什么高的官位 可是他去看这些难民 去看这些儿童 他没有去找 泽伦斯基在那边做秀 所以这中间 高下之分 是什么叫高尚 什么叫卑劣 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 这次美国这种制裁 事实上 我觉得某种程度 是美国跟西方 智商自己的信用 对 你这个 你可以任意 把人家的这个资产 就没收了 不论任何理由 那我觉得这个 将来以后 人家把钱放在 西方国家的这个 金融机构里面 都会三思的 对 而且他这次 还把这个没收对象 扩及到平民 就非政府的产业 他也照样把人家 还开始要拍卖 还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已经让文明的法则 已经遭受到 严重的挑战 那所以俄罗斯 当他想哭的时候 是美国就会想笑了吗 我觉得拉夫罗夫应该还好啦 不过那个美国的 国防部发言人 我觉得 那我只想问他一下 那美国轰炸叙利亚的时候 他会不会哭呢 叙利亚的一个古城 被美国轰的 这个体污完肤 体污完肤 然后叙利亚说 美国犯了战争罪 那里面的平民死伤整疾 那叙利亚因为 这个这场美国干涉的内战 已经国家也逃出来 上百万的难民 那美国自从攻打 这个 这个 阿富汗之后 阿富汗的难民是上千万 那难民的死亡 也有差不多十万人 是 那如果没有这场 美国发动的这个 侵略阿富汗的战争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那阿富汗会死十万平民吗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物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级两得